都是莫儿的错 莫儿也想着 默默难得来一趟 也想着多学些东西 好给爹爹争光 给家里争脸 没想到 没想到就惹着 各位妹妹们不快 都是我的错 四姑娘 你为人聪明伶俐 世事出色 不过今日 我还要劝你一句 莫要仗着几分聪明 把别人都当傻子了 须知聪明反辈聪明误 你个孽障 做出如此丢脸之事 都跪下 地上粮 别把姑娘们的膝盖冻着 来人 给姑娘们垫上铺团 你为何要给娘们的膝盖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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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后人 还好都是姑娘家 这若是儿子 将来南匾要增加多产呢 岂不即刻便是兄弟细强之祸呀 不动家法 不足以惩戒 大人不必动气 一味处罚也不好 得要让姑娘们明白 自己到底是错在哪儿了 我身为几个姐的教养嬷嬷 偷大些说 也算是半个师父了 不如让我去问问她 嬷嬷您的含有学问 都是一流的 当初便是宫里的贵人 您也是问得训得 何况这几个孽障了 嬷嬷但问无法 你们几个可知错了 知错了 都说知错了 我瞧未必 这世上之事 大都逃不过个理字 我这个人 素来不喜欢当面说一套 背后说一套 没得也得把话给传误了 今儿当着几个姐的面 在你们父母面前 一次把话说个清楚 那咱们先从阴头说起 四姑娘 你把头抬起来 我问你 五姑娘说你 处处抢了妹妹们的风头 霸占我的上课时间 你可认 都是墨儿的错 墨儿也想着 默默难得来一趟 也想着多学些东西 好给爹爹争光 给家里争脸 没想到 没想到就惹着各位妹妹们不快 都是我的错 四姑娘 你为人聪明伶俐 世事出色 不过今日我还要劝你一句 莫要仗着几分聪明 把别人都当傻子了 须知聪明反辈聪明误 你有两错 一是严错 你与妹妹们伴嘴 不开开口闭口的 就是竖出敌出的 我虽来这个家不久 却也看得清楚 四姑娘 你摸着良心说说看 你父亲待你如何 你虽为庶女 却可以养在生母龄下 吃穿不愁 你一句不合 便要死要活地撒泼抱怨 这是大家的规范吗 第二 你心里念头不是 你口口声声说想学东西 想为家人争光长脸 难道圣府只有你这么一个姑娘 难道只有你长脸了 圣府才算有了光彩 那你的妹妹们呢 她们就不需要学东西 不需要长脸 四姑娘 我知道你速来拔尖 可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今日之事 看似五姑娘挑的头 实则与你大有干系 这十几日来 你处处争强好胜 世事抢头 一有不如意 便哭天抹乐地 怨怪自己是庶主 你这般作为 可念半点姊妹情分 念半思父亲恩情 爹爹我没有 失财 大人说余老太太是故交 今儿我也厚着脸皮 多说两句 儿女众多的人家 父母最要一碗水端皮 方能家宅宁静 虽说姊妹之间 应该互相谦让 可也得是这个让 或者是那个让 总不能让一头让 日子久了 父女姊妹之间 难免生出嫌隙来 盛大人 您说是不是 嬷嬷说得是 今日 五姑娘可是真威风啊 原本姊妹办嘴是常有的事 你气哭了姐姐还火上浇油 口无遮拦地 专戳人的心窝废管子 要知祸从口出 你的脾气必须要改一改 否则将来会惹大祸的 照我看 你应当比姐妹们罚得更重才是 我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胡言乱语 六姑娘 你定然觉得自己今天没有错 不该受到牵连是不是 那我今日告诉你一个道理 一家子的兄弟姐妹 同气连之 共荣共锁 日后 你若荣耀了 全家都荣耀 你若丢了人 全家都跟着丢了人 没一个跑的 今日你虽然没有错 但你的姐姐们都错了 你没错也错 待会儿我要一同罚你 你可服气 莫莫 明儿 到底是没有做错什么 况她又是年纪最小 身子又弱 不如训斥她几句就算了 她平日里啊 是最懂事听话的 日后定会牢记的 不成 今儿若担饶了她 岂非助长了哥儿姐 置身室外的风气 日后若手足有事 她们都隔岸关火了 如何办 非罚不可 今儿明姑娘这顿板子 就是让几个姐妹们知道 什么是一家人 莫莫说得是 我该打 你们姊妹们争吵 平日里为了一点小事 就大吵大闹 跟那些缺吃少穿的 小家子里头 蒸果子吃 蒸衣服穿 有什么两样 许之 一个家族要凡胜 必得 兄弟姐妹齐心协力才是 往往许多大家族 都是从里头拜起来的 望姑娘们申见 今天 今天 把你们美人石下手板 萌萌请慢 摸摸 摸摸物怪 这里 原本没有我说话的地方 可我心中愧疚 有话不读不快 万望见量 今日之事 说到底 都是由沫儿不懂事引出来的 说出来 她才是阴头 尤其是六姑娘 小小年纪 就要被拖累挨打 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不如 六姑娘那石下手板 就由沫儿剔了吧 林小娘 此话诧异 我将姑娘们一起罚了 原就是为了弥补姊妹间的情分 她们今日一同挨了打 日后便可接过重来 若是厚此薄彼 岂不更生贤心 林小娘用心很好 却欠些道痛 是 嬷嬷说得是 是切身无知了 可今日 连累劫几个都挨了打 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多怪我 没有教养好沫儿 不如沫沫 连同我一起罚了吧 也好 略略不过 又来这一套